诶 这不就是一个红色跳舞的小人吗 老师今天呢 又给我们留美术作业了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把这个红色给它涂上去 诶 把这个颜色呀 都给它涂满 这样啊 就好了 我们来看看得了几颗星 哇 得了三颗星啊 这幅图也是跳舞的小人 这个有两个颜色 有一个黄色 先把这个黄色的部分给它涂上去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蓝色也给它涂上去 诶 这样的话 这幅画也被我给涂好了 快看 诶 为什么是两颗星呢 哪里涂的不对了呢 我就不信了 怎么还得了两颗星 这个跳舞的小人啊 我要把它给涂好 这个部分好像是紫色吧 紫色的话应该是蓝色加上点白色 我记得美术老师教过我 对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再把它的身体也给它涂成紫色 裤子的部分就给它涂成这个红色 这个小人穿了一条红色的裤子 诶 不行 涂上了 再把这个紫色给它拿过来 这样就涂好了吧 我就不信 这次我还能得两颗星 快看 这次是三颗星 哎呀 加大难度了 这是一颗小爱心呢 这个颜色要怎么调 红色来点白色吧 我记得好像就是粉色 调出来试一下 给它涂上去看一下 诶 还真的是 红色加白色就会变成粉色 涂上去 看看 会不会得三颗星 就是三颗星 哎呀 这个小手的肤色该怎么调啊 这个老师也没有教过我呀 嗯 先把这个袖子给它涂成蓝色 然后是红色来点蓝色吗 哎 不对不对 这是一个紫色呀 那红色来点绿色 哎呀 这是一个奥利贴的颜色 那红色来点黄色 这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橘色呀 那红色 白色 蓝色 混合在一起 是不是这个颜色 天呐 越涂越难看 这小手的肤色 到底该怎么调啊 根本就调不出来 这小手的肤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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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小手的肤色